下面我们看一下华业公司 华业大学的建设和实践 华业大学的定位 首先目标是非常清楚 因为一个快速发展的公司 缺的往往是人才 尤其是管理人才 尤其是管理人才 当时成立华业大学任总在成立大会上 他的讲话 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带兵打仗的将军 带兵打仗的将军 华业大学要成为将军培养的摇篮 将军培养的摇篮 目标是很清楚 要为华业公司的各个业务的主航道 培养人才 输送人才 这里我们提出了就是华业大学要办成一个真正不像大学的大学 不像大学的大学是什么 它是一种各种方式 一种创新的这种模式 尤其是刚才说的那种翻转的模式 研讨的模式 案内教学的这种模式 它不像常规的大学 这个图看到华业大学的这个战略定位 战略定位 它是在2013 2014年这个时候 华业大学是把它定位成什么 就相当于我们主要的这个业务BG一样 它是做一个服务BG的 一个服务BG的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华业公司当时 我们有这个产品解决方案 有云BU 运商BG 企业BG 消费者BG 后面就是华业大学 然后真正支持各个业务 业务单元的业务集团的 这样一个赋能服务的一个BG 赋能服务的一个BG 赋能服务的这样一个BG 它输入的是人和知识 这样一个组织这个平台 它输入的是人和知识 然后在这个平台里边 用这种精神或能力的赋能 让人出来以后 它的价值观 它的综合的能力 是能够满足我们的业务需求的 满足我们业务的需求的 同时这些知识 它是更系统化 更让人容易学习 容易容易应用的知识 容易应用的知识 那就是这个转变 就是大学这个平台 它要完成了 一个是对人的转变 另外对知识的梳理 对知识的梳理 让知识更系统化 更容易使用 更容易使用 这是华业大学的教学理念 和这个业务架构 和业务架构 首先教学理念上 教学理念上 这是跟可能传统的 其他的培训结构 是不一样的 首先 对人才的培养 华为坚持的是选拔制 它不是培养制 选拔制是什么概念 每年我们都选拔 绩效排名在前25% 以上的这些高潜人才 我们作为干部的后备人选 后备人选 它选拔 第二个就是训战结合 对训战结合 它不是纯理论的 所有纯理论的学习 全是放在网上平台上 员工自己学的 然后自己考试 考试通过才参加 我们政治的这些 大学师级的学习项目 再就是很关键的一点 让优秀的人 或者是让最优秀的人 培养更为优秀的人 培养更为优秀的人 这个导向一方面是 在兼职讲师的管理上 兼职讲师的管理上 一般我们的老师 都是各业务体系的 骨干 主管 就是让这些人 培养更为优秀的人